好 韩国女团TWICE成员周子瑜最近回台湾过年 前天到嘉义县眉山乡的韩欣妮参访 原主呢 脸书贴出了周子瑜的照片 照片中的她穿着白毛衣和牛仔宽裤 背景是满满的白衣 衬托出了周子瑜清新的气质 韩国女团TWICE台湾成员周子瑜 画着淡妆 穿着白色毛衣及牛仔宽裤 背景是蔚蓝天空搭配白衣 衬托出她清新气质 但这不是她的宣传照 而是她过年回台湾赏英 原来TWICE在一月中放长假 周子瑜也回台湾和亲朋好友相聚 到嘉义眉山赏英 不只被拍下照片 还跟原主留下合影 原主更透露周子瑜和家人 已经来过好几次 对赏英行程相当喜欢 那个叫福尔摩沙 樱花 可能是当下 全地球最漂亮的雁花 她已经来好几次了 她非常喜欢韩西尼 尤其是这里的能量 她好像每次来都忘了回去 这次是从那个FB 有蛮多亲友都有推荐这个地方 所以就上来体验一下 然后观光一下 差不多有七成 很漂亮 不只樱花开的正美 吸引民众上山 近期没山香的礼花也盛开 树上布满了粉白花团 放眼望去 山坡上一大片礼树花海 也是过年踏青的好去处 目前的礼花花团 目前是盛开 现在开的都是白白的 那陆陆续续到过年期间 会还有一些红色的礼子 一样开白花陆陆续续都会盛开 过年廉价好天气 樱花礼花绽放美景 想要走春拍美照的民众 也可以把嘉义眉山 列入走春的口袋名单 民选郑荣文嘉义报道